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过来希望求得一份销售的工作 或者是各位老板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你是费尼莫属的忠实粉丝是吗 这个节目它刚开始有 我就知道我就看过 就很久之前就看过 然后觉得挺逗的 就看 挺逗 对对对 那你对我们常商哪些老板有了解呢 他这个老板换了一茬肉一茬好多了 你就说那个你最讨厌的就行了 梅莱 梅莱是不是就可以狠狠地拍砖 梅莱是谁吗 是杜子健 你说的是杜子健不是潮汐啊 不是不是 是不是我呀 不是 这个 潮汐就符合你的这两点特点 招人招得不多 还老爱插话 但是他说话没有 还好还好听 而且他笑起来还挺可爱的 有点会这么听 我能处你夸得我那么不舒服呢 这么勉强 没有 他说你可爱还夸你勉强啊 对因为夸了 他人可爱你觉得是夸奖吗 他因为夸你会觉得得罪我们 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 你喜欢潮汐看来是人相近是有原因的啊 你最近是分手了是吗 对对对对 你最近分手的女生好像比你小很多 对九四 小多少 九四 你也真好意思 小十几岁 对一轮 一轮 一轮 对 潮汐现在的妻子比你小多少岁 十八岁 你看你看见了前辈了 所以你们俩互相喜欢是有原因的 你们都是情场老鼠 没有没有 是吧 你跟我们的编导说你谈过好多次 是多少次 五六次 五六次 以你今年的三十五岁高龄 五六次好像也不算太高 你为什么那么讨女生喜欢 不要脸嘛 就是能聊天嘛 就是 不认识咋聊呢 你跟刘远远聊一下 你跟他不认识 你聊一下我看看 看 这个主动地得到对方的注意 也是销售的前置 那个刘姐 我认识您 我知道 我知道您 叫我刘姐 对 刘姐姐 那个电视上看过您 是什么意思 就是 觉得您是一个现在 这个当下年轻人 比较那种独立 独立的女性 特别好 谢谢 真 照个相可以吗 何美颖 可以 来来 看看几个自拍杆就照了 然后就白白了 你为什么说话老喜欢 这是一种暗示 你是 你怎么老是 习惯性地进入一种 瞬息的状态 而且他老是晃了晃去的 小毛病比较多吧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总是带着一点点不屑 无所谓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包装 这样自己很潇洒 你看菲尼莫属 看了这么多年了 你得出一些求职的经验没有 我有总结 我写了一个 大概总结一个十条 就是为以后打算 要是再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人 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 在哪呢 在下面 有纸质的资料是吗 纸质的 拿来 转一下 其实王磊你的专业非常好 工业设计是特别好的一个专业 就我特别期待你 所以你表现得能配一点 说一下这上面是什么呀 这个 这张大的纸是 因为我看这个节目我也挺多的 就是我之前发现一个小问题 它有女生要是穿那个钢尔鞋出来 这个亚克力板它可能会滑 然后我打算做一个 就是类似于一个折叠的一个杆之类的东西 给它起到一个支撑 类似拐杖 不是你这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看不明白呀这个 这都是草图 你们可能有时他都不太理解 就是随便画草图 实在没看懂 我正反看完了以后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说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水准能够拿出来 我就知道 他在学校里花了那么长时间全职 他到底有没有 这四年时间花了以后该有的收获 来吧 我们不聊这个了 我们来说说这十条求职的技巧吧 对 这个是五位 第二条 认真思考过后展开备战工作 尽量多地观看此期节目 建议两百期以上的月片量 如果时间仓促快速查看 观看选手自我介绍背景 以及最后求职成功与否 选择哪个企业 心思待遇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问题很大 就比如说你第二条 就说如果时间仓促的话 就看选手的自我介绍 和最后的求职结果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整个面试的过程 这个沟通过程很重要 你没写 对吧 然后还写这个节目 招聘单位经常更新 所以要观察最近的这个企业单位 结果你写的那个 一项企业是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有多少年没来过了 我觉得这十条都没错 但是呢你是要传达价值给别人的 你的受众是谁 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 要有一个受众感 要给别人增加价值 所以这么说来 你和沐妍两个人都会认为 这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 是一个不太招编辑的人 不招重点 刚才涉及那个智升和这十条 都没说在点子上 他以为很优秀别人需要 你有没有根据这十点 你自己准备过呀 我是觉得看到你这十条都过 更多的可能是些小聪明 但是你根本的提醒一些 电视剧场的广大观众 注意的点 你没有提醒出来 比如说你要把简历写好 对吧 你要实实在在地研究 我们厂上的某一位企业 或者你要真实地表现自己 这个才是你要表现的嘛 也许这就是他这些年来 经历当中的一些问题 你作为三十五岁 你有存款吗 现在存款 对 现在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存款 对 所以说你三十五岁的男人 在事业上 在存款上 在学习上 好像都没有真正落下点什么 就我们始终你站上了以后 我们一个状态就是 他比较慵懒 说话是如此 对 表达是如此 然后站在这姿势 也是摇来摇去的 就是你一直以来 就是这样一种懒洋洋的状态 好像挺满不在乎的 感觉你不认真 是是是 你觉得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或者说你在这三十五年的 岁月当中 你很认真地做过一件事情 并且得到了收获吗 感觉上没有完全投入 但其实还 你看你 你谈了五六次恋爱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身边有一个真爱你的人 当然 这个事情也说不太清楚 然后事业呢 你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什么小有成就 或者说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工作 和稳定的事业 学习下来之后 也没有什么得意的作品 你到底对将来是怎么规划的 你怎么打算 你都三十五了 就是工作呀 怎么工作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给自己的要求和目标定的是什么 进企业工作 做一个我能 结合我的经历 找一个我能做得来的一个职业 就快速地切进去 他那个懒洋洋的劲 我就受不了了 因为 你说说就是出来找工作了 然后跟人家说话 就像盘着串一样 你觉得你对自己有规划吗 我们就感觉你一直在这条路上摇摇摆摆 晃晃荡荡地走 那么今天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觉到你准备好的状态 你今天面试的是销售对吗 你想在哪个行业 因为结合我经历那个 可能做实业的企业单位会好一点 这里有哪家你认为比较适合你 为什么 这个张启明boss他们单位 张启明是干什么的你告诉我 别说话 张启明是干什么的 农业养殖业 张启明是农业养殖业什么的 也有那个孵化企业 他没有实业 有 他是他投资的有实业 有实业 他自己不是 他是做中小企业的孵化创新的 他投资的企业是有实业 反正我在网上 去做销售 卖什么 你知道吗 哥们 别浑浑顿顿的了 你了解吗 人生漫漫长路 如果你掉队掉得太多了 你要以多快的速度 才能够追上 已经在你多少步之前 领先的这些竞争对手了 所以真的努力要趁早 你是家境特别好吗 一点压力都没有吗 一点都不了解 我确实得说是 你36岁了 一点压力都没有吗 其实我觉得 台下这些小孩们20岁左右 他们会看15年以后的 他们会成为你这样吗 就是你一点压力没有吗 我就感觉你是那种 把酒问今天的那种人 我觉得王磊的背后是代表一种人 就是做一件事情 我们做任何事情有个深度的思考 他基本上不太看到他有个深度思考的过程 我经历了 我看了 我走了 然后说这个过程是什么 过眼云烟 就是过眼云烟的部分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特别想问你 如果回到这个职场的舞台上 你为今天的面试你做了什么准备 你能说两点就好 他准备了十条 但是第一条也没准备 刚好两点 其实那个 陀佛老师我想说一句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个 既然能来到这儿找工作求职 其实已经是那个 已经是 很认真了 对 很认真 已经是接地气了 但是我们普遍地认为 你还不够认真 明白明白 好不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做销售 做销售 综合收入 底薪 4000吧 4000 来 第一轮选择 徐霍磊 还有五盏灯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呢 他自己准备的是一段模拟的销售 你是模拟销售什么 都可以就 咱就服装好不好 服装 行 你最擅长的 就卖给斯凯乐 好不好 卖一件冲锋衣 您好 您看我们这个 这新款的冲锋衣 看有没有非常漂亮 您看看 您试一下 你这冲锋衣 你这冲锋衣防水吗 防水 防水防风 您看看这材料 您摸一下 您看看 为什么 为什么防水又防风呢 因为它有涂层 涂层 涂层不透气 因为它是功能性的 这个服装 所以说肯定会 要解决这个防风 防水的问题 它不能兼顾 就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斯凯乐的 可是兼顾的 您看我们这 您仔细看 它就是斯凯乐 那肯定我不满意的 绝对假冒为例的 您试一下 您就知道了 防不防风 舒服不舒服 您试试 您看看怎么样 好吧 试一下 而且我们现在 这个有徒步靴子 和这个防风衣 是一套的 您拿起来这个靴子 您可以再试一下 您看看 为什么我要买一套呢 如果您有考虑 您平时喜欢户外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好尴尬 你点评一下 尬聊教授 但我从外人感觉还不错 就从外人的感觉 你怎么会觉得不错 一个卖服装的不就是这样吗 他整个的沟通 其实都跟那个顾客 他要的是一个四千块钱的 销售的岗位 他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就是面前面的销售 去任何一个斯凯乐的店 那个销售都比他强多了 你为什么不问问 他穿多大号的喜欢什么颜色 你都不问一问呢 我觉得就不走心了 其实任何一个销售的本质 是与心与心的交流和交互 他想在卖着玩 对 我觉得这个走心是非常 我觉得根本的 就是看不到你走心的东西 我卖着卖着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你的未来了 你知道吗 我直接想这个怎么办呢 我真的觉得 我都没考虑 激发你的母亲 你就没有考虑到你的未来是吗 其实 但你做了那么多年的 这个店面的零售 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快的拉近 和客户之间那种距离 其实我做店面那个销售 其实特别自然 但那个小女生 因为我面对都25岁以下的 小女生来之后 直接就是成交量 那当然 那是小女生 她是大女生啊 王雷有一点 她是很加分的 其实你们没太注意 其实一个实体店 无外乎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拓克 第二种就是把它套住 叫套克 对 就这两招 就是你怎么把它拓进来 然后再把它套住 这是一个开店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常识 其实刚才 其实他是有所展示的 他说他 他可以通过 他这个也不是说 他自己的独门绝地 他在大市场 对 好多档口 可能都是这么好的 对 就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他的确有销售的 实际的实践和经验 但是谈不上技能 只是做过 当他想卖有品质 有功能的东西的时候 哎呀 逐渐捉襟见肘 你替他捏把判 但是帮不了他 其实王雷我给一点建议 其实你已经35岁了 已经不小了 而且他现在 你有6年的这个创业经历 对吧 那你找一个好的品牌 加盟加盟 创创业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像斯凯乐这样 我不知道斯凯乐 放不放加盟我不知道 也放 比如说你找了这种专业的 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品牌 去做加盟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专业 然后再加上他们厂商 对你的扶持和培养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正规部队 你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实体店很难做 好了 实体店的讨论到此为止 建议也到此为止 先进入情商职场课堂 你的领导出国学习 临走之前对你说 这个策划方案不用着急 这周内给我就行 就是尽快完成啊 然后我觉得可能 除了你这工作 可能再问问领导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如果是尽快完成 为什么说不用着急 就客气嘛 领导他也 赶快完成 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太好 这样说 这样说你肯定也不会拖的 你肯定会更快的 你的疑人性倒是挺高的 我觉得他肯定想多 你们的解读什么意思 如果是我说这个话的话 就是让你把这个策划案 好好地做一下 不要着急交给我 一定要想明白了 然后做好了做得最好 对 这个我也同意 我还有可能是他 他领导出国学习 那些天他比较忙 所以可能没有时间 去给你反馈 所以希望你慢点给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压力小 他给了一个特别明确的 时间节点 就这周内完成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我认为他这样布置任务的话 是非常清晰的 来 老张 性格上各项评分是中等 这位选手呢 特点就是 有一定的年龄 算是中年 他其实呢 很有代表性的一类人 并不是说他不认真 也不是说他慵懒 但是他做事一贯养成的那种范 就这样 说话做事就这样 王磊 就是你其实跟我们这些 很多来求职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工作十年以后 又去投资自己四年 全职地去学一个本科 这个我认为其实挺了不起的 但是看下来你好像没有 就是说你这四年学习 在你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痕迹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那个 我也没打算本科那个毕业之后 用我这个专业去找工作 因为高次考这个 你去很多企业 它还是居之门外的 所以我想 如果我在这个专业里边 想再一直做 做教育 做摄影师也好 做教育也好 我肯定要去继续地学 但你去念书的目的 到底是学技能 还是要学历 都有 不 学历 其实那张纸对于我来说 我也不太看重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在 所以你那个时候想去补充一下 自己的校园生活 加上技能 他就是用两个字形容 天真 迷茫 他是个很天真人 天真就代表着迷茫 但他也无邪 他也不是个坏人 他也很浪漫 但就是对将来的生活 他没有太大的责任 没有太大的规划 但他认为我已经很认真 行吧 35岁将来以后的人生 也是属于你自己 好 第二轮我们要选择了 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来 第二轮选择许霍林 有些人以为自己努力一点 就是非常努力 殊不知别人都在拼命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状况 你可能还在为自己的辛苦 跟累跟认真而矫情 而别人早已经拼了全部的命 所以谁输谁赢 一眼就注定 35岁对一个男人来讲 我觉得啊 就不是说年龄这件事情很残忍 而是当你不具备你的心智 跟你的生理年纪匹配值的时候 其实是残忍的 你所谓的认真不是你觉得认真 这是很多的求助者 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的 我认为我已经做得很努力了 我认为我很优秀 我认为我已经很认真了 这是错的 而是目前这个社会的法则 以及职场法则 在这个法则和这个规定之内 你怎么能够做到最好 这个很重要 你现在不能再迷茫了 你现在应该35岁 你就应该选择 对一个对的目标 和对的一个方向 然后干嘛呢 就是坚持不懈地去认真 努力地去做事情 而不是你嘴上讲的 因为行动力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梦想 很多人都有梦想 可是你真正能把梦想 变成现实的是靠行动的 不是靠嘴巴的 不说了 这些人生道理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你的父母去告诉你 或者你跟同龄人去比较一下 我相信你有哥们 你有同学 看看别人现在的生活是怎样 不要求你去羡慕 他们的大富大贵 但是至少也应该单期35岁 应有的责任 和应该有的生活 好不好 好 来 欢迎你下次再来 再见 谢谢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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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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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